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啊这拍的差不多两年的视频了虽然说也拍的不是很专业也不是特别好这样子呃发现了然后我好像没有做过一个洗笔的视频了那我平常乐用的比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三只吗两只沃特面加一只拍了看好那基本上呢今天为大家展示的就是那个呃那一个 怎么讲就是洗这两只一只活塞笔一只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吸墨器的一个吸墨器带吸墨器conferenter的带conferenter的一个呃干干笔啊那首先这样子平常来讲你们要准备什么了干净的水呃我不太喜欢放到水龙头里面把笔放在那边然后呢慢慢冲啊然后另外的这个的话我会准备一个这个东西一个小磨狼 那火塞了就没有这个问题了火塞的话那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小瓶啊这个是我分砖墨水的时候留下的然后再下来的话水已经刚刚有讲过了吧呃 然后那个纸巾我就随便拿那种就是一卷的那种卷子然后来洗就算了啦 但是我没有那么讲究因为笔的话我个人坚持再好看我一定要用不如果不用的话也没什么意义另外我通常会准备这个就是 是最喝饼的一个洗笔叶那他标板是那个什么就是自然的最自然的吗那就我就信他一下吧其他的品牌我又不是很了解那还是一样那个 呃百利金的这一支的话他是有上墨的因为我今天晚上还要用这只刚刚修好那个笔件被我那个 呃弄坏了然后我今天晚上试一下但是给大家展示一下怎么去洗这个火塞笔啊 那还是一样我们就先把那小呃先把墨给那个就都给放了放雪放雪看到就基本上能看到放雪正在放 放完以后那我通常是这样子 呃盖上去啊任何东西记得做完一件事放一遍再来下一件事不要急啊 好那再下来我通常就直接很粗暴的直接给放上去那这时候呢呃就这样子先来讲那 这一只那这个我们先放一边我同事两次两只一起做啊好那这个的话就这样子我平常是用conventor的那用conventor那 啊呃这是我另外一只edison我是有好几只的那我日用的基本上是只有一只其他的就是放在一边啊 基本上这个情况那我平常是用这个是那个应该是叫这个叫平坚吧什么sub还是说呃l坚我不确定那基本上比就这样子那我先把这个给好像是这个吧先给放上去 因为这一只有一只有一只是NOS全新竞品的有一只不是啊 我是怕我弄乱的回忆的现在叫我分也不一定分清楚好那我们先继续那这个笔的话首先我们需要准备那我说墨的那我们洗笔之前那肯定需要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叫吸墨器 吸墨器就很简单了这样子吧盖上去盖上去以后那 如果是活塞的那比较麻烦那就一直这样子洗一直这样子旋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来回来回然后怎么样才叫干净呢嗯 这一只不太能看得出来那但最简单方法就是保证就是说你洗出来那个水就比如说我现在洗 呃可以来继续就是保证你我现在这个水是黑色的所以通常要怎么样就换一次换两次水那我不太喜欢冲嘛第一个浪费水第二个的话 呃我通常第一遍的话都会洗得非常脏啊然后现在两只就ok了吗我就放进去了呃笔尖的话这种情况摔的话不是很不用很担心如果是笔尖这种情况能摔的那个比买不买都一样那现在这样子我去换一下水好那是这样子那 啊刚刚那个换了一次干净的水了那还是有点难因为我刚刚倒的时候我直接再往倒完以后没倒干净直接加所以看到现在这个水是蓝色的那怎么样洗洗的叫干净了我们继续这样子重复刚刚这样子的一个步骤能看到吗 刚刚那个其实水已经比较脏了我现在在洗对洗到最简单一个怎么样叫干净就是先洗到透明就是你吸出来的这个水就从confident这边看 它必须是透明的那透明继续对对对 哦好像还是有点难啊我们继续 洗到你觉得好像他不应该是这个蓝吗不是他本身里面比的颜色而是那个洗的水的那个颜色就是说你认为就是说里面基本的墨水都冲干净了那你就可以停了这个完全就是视觉判断或者是一个感觉的判断 好那白粒金的这一只我也同时在转就是不管你什么比较洗法都是一样就是然后基本上就看你的干笔怎么操作那你看白粒金的这一只现在一洗的时候它不会这种黑色东西给喷出来了好那我们再来下一遍呃再换一次干净的水那我们继续拿来试一下洗继续那你看白粒金的这个基本上已经是洗干净了没有任何大问题了看到好那个继续 这边也是一样那你看到还是有点难能看到吧但我这个水其实已经是非常干净了如果从我侧面看的时候我从我这边看能看到好像蓝色蓝色的一些烟雾这样子喷出来那洗到这个就转到这个东西没有了 为止啊就这个东西它不会再喷了然后你再停止洗那基本上算是完成那我白粒金的这个就搞定了吗 那通常洗完洗完了怎么办呢那这样子这个先放一边那插一插然后呢通常这样子包着笔尖然后就是我这个先放一边甩就是包着然后往下一甩就各种甩然后甩三四下就好了然后 首先我先刚刚甩了一下那你看到就里面的一个有一大汤水那把里面的那个水分给甩出来甩完出来以后那让我继续把这个笔给洗完先 那洗完以后了对吧那基本上现在这样子算是大致上就很干净了好来擦一下那哎看了这样子你看它是有点蓝的对 这个没有关系不太影响啊哦好 呃再来几下吧好像真的不是好像这只笔 特别怎么说吸墨能力特别好那你看到再这样点一点 那看到没有 没有那么难的那差不多有一点点也没关系那那如果平常是说你洗笔其实洗到这里就可以了 但是我自己通常一只笔是用一个月然后就洗完然后封回去就是我很少说每天这样子替换的那在然后现在下来了是要怎么样做的 嗯刚刚我说到有这个东西吗那这样子呃这是我那个呃 呃吸墨用的针管吸墨用的针管是怎么样呢那两个东西那先把这个 追喝饼的清洗清洗液你看我把它吸了出来然后呢 那滴上去那滴不用很多可能就 呃看你那个笔尖嘛有多少嘛然后再下来我再吸一点 反正一瓶的话我通常都是5ml就是5ml的这样子去买 然后另外一边在这里 就是我会准备一个空的一个墨啊空的一个墨浪 那这个吸的时候可能也不用很多差不多一半就可以了 然后再下来了这样子一个吸墨器检查一下那基本上也看起来也是很干净的 然后再下来把这个墨浪给给他 对让他就是自然的这样子让他自然这样子 然后这里再下来我们看一下那基本上其实你们看到吧这样子差不多了 但是这个我会让他再多一点啊下面这个再多一点 应该你们刚刚有眼睛比较犀利应该有看到就他慢慢变蓝了 那现在这个是透明的那基本上这样子一个西笔过程 我觉得这样子就是完美了 然后再下来的话百利金的话这个那就简单了 基本上一个普通吸墨器的一个洗笔那这个洗完以后等会给大家看 那我们再回来活塞的活塞的话就更简单了 活塞的话就是先把这个笔尖给拆一下 因为活塞的正常他是不能拆笔尖的 所以说其实很多活塞笔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百利金的我们知道他的笔尖是可以拆的 那像这种情况的时候洗完以后吧放一边然后呢需要什么东西的啊 拿一根这个棉签 棉签拿了以后那里面的有一个里面那你保险一点的 你可以这样子一个情况再吸几下让他 那能看到不知道你们能看清啊 现在其实还是有点蓝的一个墨一个 那个什么就是叫做那个那个烟雾就是因为他是那个蓝量吗墨水那还是有点喷出来 那但其实还是ok了 然后还是一样准备刚刚那个纸然后再来给他甩一甩 好那甩一甩以后那就这样子通通 那能看到保证他是干净的那你看了像看到干净的那就基本上就ok了 继续我们那记得圆着那个币就是那个内侧币 那里面还是挺干净的那就ok了 百利金的笔质量我觉得这么多钢笔还是最高的 他的一个抛锅吗等等 然后洗或者什么的挂币等等的问题都非常少 主要很多勾病就是说勾病他现在在笔尖 然后再下来准备一个这个硅油啊不好意思这只没有开的 看一下这只开了没有啊这只开了 这些所谓的配件 有时候买钢笔买这个配件其实也是很很花本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就这样子 哎 就这样子 这样能看到一点点挤进去不用很多真的不用很多 然后你可以拿一只新的像我这种懒人的话就是拿刚刚那一只 然后给他挂上去那基本上就差不多就这样子给他插上去 然后呢这里再插一点 其实万宝龙的要这里要挂一些这个 但百利金的其实我觉得是我个人觉得是不太需要 因为百利金的质量其实也算是比较OK 那基本上 这种情况然后是怎么样的风干一天 那就就这样子分开风干一天 但是你比肩像百利金这种这么这么贵的 我还建议你做这一步 平常如果 400台币以下的或者是说 100人民币以下或者港币以下的 基本上不用去买这个Jherbin的一个清洗液 你平常那样子洗完放在那边然后亮 然后现在这样子吗 风干 然后第二天再把这个笔尖或装上 那平常如果不是这种可替换式的你就不要拆了 这这点是真话啊 好那基本上笔尖就差不多这样了 呃整个书写就差不多这样 然后最后就是把你所有的东西清理好该怎么样怎么样 那就OK保证整整保证整个整洁啊 而且这样子我认为是最省脂还有省水的一个一个怎么讲一个的过程 就一个整整整整整体的一个CP流程吗 因为呃我个人也比较讲究环保 那这个让它泡毁我等会再回来补视频啊 好那大概泡了五分钟左右吧 我现在就把这个情况给你们看一下了 你们看一下能不能看到 这里有一点点的那个 哎我点一下屏幕 OK 那能应该是能看到有一些蓝色的对这个就是一个墨水就是慢慢洗洗的 所以我通常像这种比较贵的笔我都会这样子给他洗的彻底 那我现在把它摇一下 你看到又没有了那个就是墨水 然后呢我通常就这样子泡个可能20到30分钟 啊不好意思 哎 点一下屏幕啊20到30分钟 最后呢在现在又准备好一杯清水 然后呢就基本上这样子 呃用这个吸摩器来来回回再清水再过一遍 那然后最后呢是怎么样呢 呃我平常呢是这样子 那最近用的是这些笔啊 好我通常是这样子把这个套给就有那种塑料套嘛 用完就封装好 然后这个是这个这个是这样子就是那个干燥机 然后呢这个是那个束缝套那束缝套怎么样呢 嗯我通常我买了就是有很多那这个能看到其实长短不一样的那我正常呢是这样子两前后两个对然后就笔然后这时候才露出来然后平常呢就是这样子把它收进去然后需要需要用的时候吧我再把它拿出来那这就是一个我个人来讲吧 钢笔保养的一个过程那没有封的那基本上是我日用的那这次爱城其实是也是封那个呃 那个要什么就封封套的 因为我好几只那我平常用的很少用西间我都用初间比较多 那像这些的话基本上是长期封套了这一支的话之前出了视频嘛然后最近用一下它看一下感觉如何对 好那所有的整个的保养还有那个西壁过程那基本上就到这里了那有什么无望的讲的麻烦帮我补充一下或者有问题的麻烦给我留言对好那谢谢大家了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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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